歡迎下一組 大家好 我們是 Seven Guns 七把槍 有 對 七把槍 有一把比較柔弱的槍 女生啊 沒有 對 我就是要講說 我們這一組 就是要超越第一支B-BOY團體 LA BOYS 我們就是要超越景點 直接嗆名囉 對 他就要超越 因為LA BOYS 當年我覺得台灣 他們貢獻真的很大 就是他把這個 美國的這種風格 HIP HOP 帶進台灣 台灣再開始影響亞洲這個市場 所以今天要挑戰的就是 LA BOYS 我們請看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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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美女 跳 如果你是20歲以上的台灣人 相信你對LA BOYS 絕對不陌生 他們是90年代 宏集一時的HIP HOP偶像團體 有大哥黃立成 林鈞 弟弟黃立行 還有表弟林志文 所組成的落成三兄弟 他們掀起台灣嘻哈街舞 文化的風潮 提到他們1992年的陳明許 大家也許不記得歌名叫做跳 但一定都知道 跳回送 跳咖啡氣笑 這幾句經典歌詞 面對當時 親到棟尾遙的LA BOYS 經典歌曲 究竟有後生晚輩來挑戰 麻吉大哥的看法是 出道到現在 常看電視 然後我會覺得 我整個看都覺得那個舞蹈永遠 都超不過我 雖然我年紀滿大的 現在隨便跳一把一跳 也比大家厲害 現在隨便跳一跳 應該 也比大家厲害 連麻吉大哥都覺得 難以超越的經典 竟然將由一群平均年齡 不到二十歲的B-boy重新詮釋 但在練習過程 卻又成員意外受傷 一二三四五 來吧 一 來吧 好 你等一下 走 走 走 沒有辦法走 就是那個手 走 他就走 他就帥 他就走 手要走這樣 手三次 我就趕快 撐到就趕快剝掉了 1 2 2 3 1 2 3 果然是難以超越的經典 看呂重慎練習 就摔得全身遍體鈴傷 對啊,這是... 也是今天練習的時候受傷 是,還有很多 還是每個人都一樣 對,就是... BREAKING 就是要欺負 拉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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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穿過來了 所以馬進行 這首連馬技大哥都覺得 難以超越的經典舞曲 跳 7 GONG只能成功詮釋 超越經典嗎 練習狀況不斷的7 GONG 真要挑戰LABOYS經典歌曲 究竟成果會是如何呢 大家準備好嗎 跳 很有能靜力 跳 跳 是 跳 跳 跳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完完全全用他們自己的地板動作 來詮釋這個經典歌曲 對啊,我剛剛覺得我在看馬戲團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那個精采 就是這樣 好精采啊 我只聽到身體徹底的 跟地板碰撞的聲音 冰冰球 真的 好危險 大菁老師 剛剛他們用整個BREAKING來詮釋 其實我很喜歡信翰 因為信翰的講話方式 或是他表演的方式 他的表情 其實有一點點像LA Boy的Steven 等於那一點點味道 所以其實你在表演的時候 如果讓信翰的位置到中間 其實可以讓你們這整個團 有一個明星的感覺 那個表演力就會出來 但是現在你們 因為可能大家都是B-Boy 你們會想用你們的方式 傳達很多高難度的技巧 加上一些經典的動作 那就少了這個明星的感受跟表演的能力了 還是B-Boy味還是重了一點 而且我覺得其實光看他們的面相啦 喔 你會看相喔 不是不是 你會覺得就是他們的個性 好像都沒有這麼的平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們在討論的時候 應該沒有很OK吧 我覺得啦 是嗎 其實有 就在昨天彩排的前 就是彩排前一點點時間而已 我們就吵架了 誰跟誰 我...我們兩個 是不是... 沒有 就是我們兩個其實是同團的 本來就同團 對 然後我們私底下就是 累積久來的一些問題 我都沒有講出來 對 然後再加上 昨天臨時的一點狀況 我們又起了衝突 就是直接把改碼都碼出來 合好了嗎 你講 那真的不是吵 因為 真的要吵的話 搞不好我現在就不會站在這邊跳 對,然後彩排也不會來彩排 現在這個階段 你們是想要先看分數 還是先擁抱 先來個平安的擁抱 因為我們真的很平安 對,其實很平安 我們來個平安的擁抱 你們... 這小團體嗎 分... 謝謝 你要不要排擠 這... 太明顯了 這已經分化了 他們兩個本來就一團 但是剛剛他們用BREAKING 來詮釋這個經典舞曲 到底可以獲得幾分呢 評審們,請給分 好的 今天合作比賽的分數是 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十六分 謝謝老師 謝謝 這個確實還是有一點低 整個編排我是覺得 整齊度不夠 可能也因為時間有限 我覺得特技沒有做完 所以這些重點都沒有達到的話 那就會比較... 分數就會比較吃虧了 繼續努力啦 我覺得等會兒評審團員 他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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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